3月28日,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表示,特斯拉公司将寻求投资者批准增加其股票数量,以便以股息的形式进行股票分割,使其股价上涨约5%。 该议案已获得董事会的批准,股东将在年度会议上进行表决,此次股票拆分如果获得批准,将是继2020年8月进行5比1拆分之后的最新一次。 这使得特斯拉的股票对其员工和投资者来说更便宜。 在大流行引发的科技股反弹之后,字母公司、亚马逊公司和苹果公司最近曾拆分股票以使他们更实惠。 特斯拉于2010年以每股17美元的价格首次亮相,目前的交易价格超过1000美元。 自2020年股票分拆以来,他们已飙升128%,使该公司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,并使其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。 同时,在来自传统汽车制造商和初期公司的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,通过在奥斯汀和柏林建立新工厂来提高产量。 与此同时,特斯拉周一通知其供应商和工人,其在中国的上海工厂将关闭4天,因为该金融中心表示将分两个阶段进行锁定,以进行大规模的新冠测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